我的多危险,我都要把你救回来 预告都这么虐,不敢想象正片里还有多少刀 实况研究即将上映,但官方发的预告可太少了 经过我各方位搜罗,终于找到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再结合官方发的小视频,终于东拼西凑总结出一些小看点 第一,古风加罗头头的阳光开朗大男孩 他好像真的不靠谱 这人怎么还穷追不舍 一听着声音就是极其可爱的林江男孩形象 还有这个抱着西瓜脸红的镜头 谁能拒绝这么可爱的山江啊 有点搞笑的是,小星超人穿越到古风平行宇宙的时候 居然把古风加罗砸晕了,这也太戏剧化了吧 小星超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笑得好开心啊 这个充满智慧的眼睛,配上这个动作 有点搞笑,又有点小可爱 还有这个从高处坠落被吓到的惊恐表情 导演,你是认真的吗? 终于做的加罗和小星超人一起坐蹦蹦车也脸红了 这个画面好滑稽啊 呀,古风小星超人有点呆萌 古风小星超人是反派的手下 根据古风开心超人的称呼,他叫做小星怪 小星超人刚来到古风宇宙时 就是被他们错认为是小星怪,所以遭受攻击 小星超人和小星怪碰面的时候 看到对面神死自己的人都惊呆了 他们还上演了一场分身大战 仔细看小星怪的眼神有点慵懒,显得很呆萌 不像小星超人的眼神比较凌厉坚毅 不过从外形来看,他还是跟小星超人一样都很刷气 第三,邪恶珈罗超帅的 这里有个镜头是古风开心超人一拳打向邪恶珈罗 最后却打中小星超人 还有一个镜头是邪恶珈罗找到古风珈罗 似乎马上就要打起来了 他不仅有一把战戟作为武器,还有操控电器的能力 在逐宇宙中,他就是用这个能力控制住小星超人的 珈罗为了救小星超人冲过去挡在他面前 最后被炸毁能量四散,只留下一个战神勋章 第四,大大怪和小小怪还是那么搞笑 这操作把邪恶珈罗都搞懵了 在古风宇宙中,他们还是侵略星星球的放派 屈欺魔谷应该是为了抓古风珈罗 小小怪提前做伪装,把大大怪吓得不轻 果然还是那个智商不在线的小小怪 一般这种情况都会弄巧成桌,新魔谷的怪物真的出现了 两人撒腿就跑,小小怪的顶级理解一般人都想不到 大大怪让他倒茶,他直接倒在他身上 接着又倒在他的脸上 大大怪表示,这茶非得这么倒吗 最后补充一点剧情上的小细节 这个智者脸上的纹路很明显,他是阿德里星人 就是他指引小星超人要穿越不同平行时空 找到所有丧落的能量,才能救回珈罗的 旁边这里站着古风珈罗,应该是他带小星超人来找智者的 这块镜子一样的东西涌出一团火一般的能量 感觉要攻击小星超人,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小星超人和古风四超人站在一起,应该是解除误会了 所以他们应该也会帮助小星超人的 太太重了 这是别怂了 你的小星超人 太厉害了 være